HELLO 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狐 6月是遊戲業夏天的開始 而讓這個夏天炙熱的 那絕對就是XBOX的最新發表會了 XBOX GAME SHOWCASE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XBOX的發表會就已經是市場的震撼蛋了 那彷彿是給遊戲業敲響警鐘 XBOX來了各位玩家注意了 接下來要讓XBOX GAME PASS席捲市場了 我本來以為今年的發表會會相對平穩 沒有想到這次的發表會就跟地震一樣 讓不少玩家都跳了起來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次的發表會 到底公開了哪一些遊戲吧 XBOX神鬼預言 有沒有那麼一款遊戲是曾經帶給你美好的回憶 卻一直等不到續作的 神鬼預言系列對不少玩家來說就是如此 在2010年推出了三代之後 系列的本傳一直都沒有推出的消息 直到2020年的XBOX展示會上 才公開了遊戲正在開發當中 而這次終於有讓玩家看見了預告的畫面 目前遊戲公開的畫面並不算多 但很期待這次的道德發展會對遊戲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雖然目前還沒有公開遊戲的發售日期 但重點是首發XBOX GAME PASS South of Midnight 午夜之南 目前預告的內容看下來 還沒有辦法很知道遊戲的實際內容 不過根據資料說明 是一款第三人稱的動作冒險遊戲 主打在現實與靈異世界當中傳說 並且打倒神話生物的故事 要說這個預告最讓我驚訝的 那絕對是他用精美的畫面 展示了逐格動畫的極致 這種方式會對觀看者造成另外一種視覺吸引力 不得不說我確實被吸引了 不過也還沒有公告發售日期 但首發XBOX GAME PASS 33 Immortals 多人同樂 是這幾年來很多人討論的話題 大概是這幾年宅圈變大了 大家的朋友也開始變多了 也因為這樣開始會有 四人同樂一人發呆的狀況 那麼這款支援33人同樂的Rogelike遊戲 可能就相當厲害了 遊戲整體採用俯視的視角設計 主打簡單好上手的戰鬥操作 加入了升級系統與裝備系統 即使沒有朋友 也可以連上網隨時找人一起玩 重點的戰鬥畫面上 看起來武器與戰鬥方式也相當多樣 預計將於2024年推出 相當期待 So far Xbox Game Pass Hey Day 3 節星日三 看到這款遊戲出現 直接讓我夢回到大學宿舍生涯 那天有個室友問我要不要一起搶銀行 我當時害怕極了 但也因此踏上了搶匪的道路 這次的三代比起二代來說 武器看起來又更多 畫面看起來又更華麗 看來這款遊戲 又要攻佔不少男生宿舍了 遊戲預計將於9月21號推出 沒錢的同學也放心 So far Xbox Game Pass 女神一文錄3 Reload 以往阿特拉斯的遊戲幾乎都是在其他的主機平台上獨佔發售 在去年 微軟交會了阿特拉斯跨平台 今年 微軟讓自己的發表會成為了阿特拉斯首發預告的地方 經典的女神一文錄3迎來了完全重置 更好的畫面 更貼近現代玩家的系統 別再說XBOX沒有日系遊戲了 這不就來了嗎 重點是2024年推出So far Xbox Game Pass 女神一文錄5戰略版 大半夜的沒事不要讓我女朋友尖叫 這下我要怎麼面對鄰居 剛剛三代的重製版出現就已經滿足了嗎 不 經典的五代再來一個新玩法 把人氣最高的五代配上了Q版的角色設計 結合了戰棋類遊戲的玩法 P5T橫空出世 熟悉的角色們一起穿越到了新的異世界當中 這裡還有著反抗政府的革命軍 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 他們也加入了革命軍的行列 以RPG遊戲來說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戰棋類遊戲的玩法了 所以這款遊戲我超級期待 這下荷包要痛了嗎 不不不 11月17號首發XBOX Game Pass 暗域幻想ReFantasyo 阿特拉斯全面進軍XBOX 有了人氣IP女神一文錄 接下來再給你一個全新IP 以奇幻風格來設計 進行一場國王位置的爭奪戰 以預告看起來主角很有可能是穿越過來的人 不過目前並不太清楚實際的遊戲設定 但確實會讓人好奇 遊戲的故事架構與發展 由女神一文錄系列製作班底製作 畫面維持著阿特拉斯的高水準 遊戲預計將於2020年推出 對於喜歡日系RPG遊戲的玩家來說 這款看來是絕對可以期待的 國精神女神之島 阿特拉斯的部分是結束了沒有錯 但卡普空來了 由卡普空推出的全新IP遊戲 以RE引擎製作的精美遊戲 主打滿滿的日系風格 我們要在神話時代與各種鬼怪展開戰鬥 卡普空出產的動作遊戲 我想在打擊感上不需要太擔心 這次的預告除了有精彩的戰鬥畫面之外 在戰鬥方面上也相當有特色 除了華麗的動畫效果之外 各種不同的武器當中 還可以看到有類似輔助隊友的招式 看來或許又是一款大家可以一起同仁的遊戲 這種可以找朋友一起來玩的遊戲 XBOX又再次很用心的 So far Xbox Game Pass 人中之龍吧 既然阿特拉斯來了嘛 那當然也少不了的就是熟悉的SEGA 人中之龍在期待的時候 更換了主角又出現一番擔任 並且在玩法上 從動作遊戲改成了回合制的遊戲玩法 不過在劇情的設計上 依然維持著系列 也同時有著黑社會面向與搞笑風格的設計 並且大量的系統 也讓玩家常常會不小心完成別的遊戲 而在期待推出之後 相當意外的 在XBOX的發表會上 看到了八代的預告消息 讓春日一番以全裸的姿態 出現在了國外的海灘上面 這究竟又會是怎樣的發展呢? 6月16號 他們會有自己的專屬發表會 我相當期待 目前同樣預計2020年內推出 黑曜石娛樂推出的全新遊戲 經典的天外世界 微小世界生存戰都出自他們之手 這款全新的遊戲 以第一人稱打造的RPG冒險遊戲 整體的風格採用了奇幻世界的設定 對於喜歡這類遊戲的玩家來說 終於又可以展開冒險了 當然首發XBOX Game Pass 微軟模擬飛行2024 要說這次的發表會誰最扯 那絕對是微軟自己的本家遊戲 模擬飛行系列的成功 讓不少玩家在家裡 也享受到了開飛機的樂趣 從原本對飛機一竅不通 到後來能夠分清楚 飛機的製造商、飛機的型號等等 本來以為這樣的凹箱天際 已經很扯了 2024果然要有2024的玩法 在遊戲當中加入了更多的飛行可能性 包含了飛行滅火、救援、工業運輸、建造等等 各種飛機能夠做到的事情 他真的都努力、模擬到 讓你能夠做到 那提到新的版本 就一定會想到新的載具嘛 熱氣球啊你各位 我們可以在遊戲中 自己體驗操控熱氣球飛行啦 要說怎樣才是狂 這就是 另外之前的微軟模擬飛行 將會在11月3號推出跟沙丘的合作 這款微軟本家的遊戲 當然首發XBOX Game Pass 《地獄之刃2.賽努亞的傳奇》 恐懼來自於自己的內心深處 那你有想過 多重人格的恐懼又會有多麼可怕嗎 這款遊戲是一款以精神世界為主題的遊戲 除了面對自己的恐懼之外 還要拯救那些受害者 XBOX的發表會是在台灣的半夜 當下觀看的時候 還真的相當莫末 相當壓抑 預告在聲音的呈現上也很厲害 是會讓人從體內毛起來的設計 遊戲預計2020年內推出 首發XBOX Game Pass Frosa Motorsport極限競速 微軟賽車遊戲的經典IP 這次以同名遊戲的身分推出新作品 在物理模擬上做了大幅度的精確度加強 加入了動態時間更細節的損壞系統 即時光追讓玩家能夠更加沉浸在遊戲當中 當然前提是你要有夠好的顯示卡 或者你可以考慮XBOX的主機 這個系列的遊戲每次都能夠在畫面上震撼到我 這次的遊戲還有收入超過500種車款 10月10號推出 So Far XBOX Game Pass 直接開跑 Dungeons of Hinterbergs 新特寶傳說 每次動畫風格的動作冒險遊戲 遊戲中加入了多樣的視角 在不同的場景下會有不同的呈現 遊戲中加入了25個地下城 20種不同的敵人 在戰鬥過後還可以跟居民互動學習技能 預告畫面看起來很流暢 獨立遊戲開發商推出的遊戲 感覺可以花一點時間嘗試一下 反正首發XBOX Game Pass Powerborn又一款動作冒險RPG遊戲 不過會3D運的玩家這次可以考慮了 有開發過旗幟的傳說的Static Studio製作 這款遊戲採用了橫向冒險的玩法 即時的動作搭配橫向的冒險 在現代的遊戲中確實比較少見 重點是這款遊戲還有資源最多四人一起冒險 看起來會是同樂遊戲的新選擇 預計將於2024年推出 並且首發XBOX Game Pass Clockwalk Revolution 發條革命 歷史構成了現在 那麼如果回到過去是否可以改變未來 3A等級的製作搭配上蒸汽龐克風格的設計 這款遊戲中我們拿到了一個可以回到過去的發條 並且發現了我們所認知的現在 是透過歷史的事件堆疊與轉換才構成的 而我們在回到過去後 如果影響了關鍵時刻 就能夠引發蝴蝶效應改變未來 遊戲中的武器看起來相當多樣 這款確實令人好奇喔 目前還沒有公開發售日期 但so far XBOX Game Pass 大都會天際2 精神時光屋來了 當你只想要蓋個馬路 一不小心你就蓋到了天亮 當你想要蓋個城市 欸 我的假日哪裡去了 模擬一整個城市的遊戲終於來了 遊戲中我們要規劃整個城市的發展 面向相當多元喔 我只希望我的居民不要太會抱怨啦 10月24號首發XBOX Game Pass 一起來蓋城市 星空 這次的XBOX Game Showcase當中 有出現星空的畫面 當時我看到他想說 欸 有點短喔 仔細看後面有整整一小時的星空發表會 這次的星空發表的餅畫得真的很大 包含太空船可以自由編輯與搭載 基地可以由玩家們自己設計 可以自己尋找喜歡的NPC加入我們 可以有不同的立場選擇 有不同的陣營可以加入 大量的內容喔 不是這次的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的 但也因為秉花得很大 目前最希望的 就是不要到時候翻車啊 9月6號就要推出了 就算怕翻車那也放心 因為首發XBOX Game Pass 這次的XBOX Game Showcase 各種方面來說是真的很猛喔 遊戲陣容龐大之外 重點是有超多遊戲 都是首發直接登入XBOX Game Pass 這種操作真的讓這個夏天熱得火燙 還好我當初我首發就買了XBOX主機 不過對於想要買X版本的玩家來說 小菜這主機最大的問題就是容量太小 這次的發表會還有公開了1TB容量的新主機 XBOX Series S 1TB 碳黑特別棒 價格大約為1萬台幣而已 真的很扯 很推薦想要省錢的玩家可以考慮 如果是喜歡星空的玩家 這次同樣有公開星空專屬的限量手把跟耳機 星空專屬發表會分享的電艙手錶 也很吸引人喔 這下看來即使有買XBOX Game Pass 為了硬體 我的錢包還是要守不住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XBOX Game Showcase的一點分享 這次主要分享的是我自己有在關注的遊戲 有些IPL我相對的比較沒有接觸 例如《星際大戰》《亡命之徒》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考慮去看一下官方的介紹影片 這下我很好奇 接下來其他的遊戲廠商要怎麼樣面對 來勢兇兇的XBOX 其實不論你原本是玩哪個平台的玩家 我一路玩遊戲下來 還是很推薦可以考慮XBOX Game Pass 真的太多遊戲可以嘗試了 不曉得這次的XBOX Game Showcase 有吸引到各位的遊戲嗎? 你們有人快要忍不住想要買XBOX了嗎?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